老师呢,就是这位头把短短的,但是非常充满活力的女生 那么她呢,是特别到了这个,呃,西非的几内亚去学习舞蹈 那么在学习舞蹈许多年之后呢,还会自己找到了一个先生 那么,阿妙老师也是第一位在台湾的西非学习舞蹈的老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,我们的贵州舞蹈 它在生活经验呢,是密封堡堆的 那么有强劲的节奏感,以及丰富的感情 而且呢,是充满了活力 在这个舞蹈当中呢,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信心 以及力量 相较起来,其他地方地区的舞蹈 包括这个汉川的舞蹈 啊,非洲的舞蹈呢,是动作比较粗犷有力 但是它也非常的这个旋律也很强烈 另外一下,非洲的舞蹈的特色呢,就是它是一个全身的律动 不但用到了脚,用到了尾,用到了腰,用到了臀部 同时,肩膀还包括了头部 甚至你们看一下,我们阿妙老师跟 嗯,这个我们新的老师,他们在眼前上面也有做转动 就是男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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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后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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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 那个 whoa,เห 这种舞蹈呢它在一样底自由发挥